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疫情过去以后,怎样在美国办B2签证的延期和转换 那我们知道呢,在过去一段时间啊,有很多来自中国的家长啊,来这个美国探亲 当然也有的时候呢,是男女朋友或者其他的人啊,亲友朋友来到美国探亲 或者呢,也有的人在美国因故他要转成B2签证身份 过后呢,还需要再延期 那这个前一段时间呢,在疫情期间啊,这个延期呢,可以提到要疫情的理由 交通不方便,还有隔离啊,等等问题 那个旅行也有风险啊,可以提到这些 那么现在呢,疫情过去了,如果再提到疫情理由呢,就显得有点过时了 也不一定管用啊,因为现在机票相对还是比较贵嘛 而且呢,好多人好不容易来到美国 他可能希望和子女啊,能够更长时间待在一起 所以扮演期还是比较普遍的 那首先我们要澄清一个概念 就是这个签证的有效期和签证身份的有效期 这是两回事,对吧 那你这个签证呢,是贴在你的护照上的 对吧,比如说我有十年签证啊 十年有效,什么意思呢 你用这个签证在这过期前可以出入美国 有这个作为旅行的凭证 这并不是说你用十年签证入境美国自动就能待十年 很直观的道理,但是有的人会弄混 那你入境美国能待多久呢 入境美国以后呢,他会在你护照上盖一个章 上面一般会显示这个日期 另外你也可以通过自己的护照号码和姓名 在网上呢,查到I94的信息 一般来说,用B2签证入境美国 可以出使呢,可以待六个月的时间 有的人有限制更短一点 那么这六个月如果快到了 那我怎么办延期呢 你要向美国移民局提交I539的申请 这个延期呢,重点要说明这几项 第一,我为什么要办延期 那你要更多陪伴家人 或者有的人临时 比如说被lay off啦 要rep up这个在美国的事情 或者有的人有其他的原因 这些都是可以的 那如果说我此前在美国工作 我要在美国继续工作 这个呢,就有一些问题 因为B2签证呢 原则上是不允许工作的 那你要说明就是说 我为什么办理签证的延期 那要有一个书面的解释 有的人来讲呢 像说现在中美联系不方便 旅行不方便 这个可以作为一个理由 或者说机票贵 也可以作为一个理由 如果简单就说我不想回去 这个大概不太合适 对吧 那有的人可以提到说 我想在美国有更多的旅行 访问更多的地方 这些都可以 但是你也要提供相应的证据 所以要解释我为什么要办延期 我过去几个月都做了什么 那接下来呢 你要延期待在美国嘛 要解释一个生活来源的问题 比如说这个资金 钱呢可以是你自己的存款 提供银行的对降单 statement 也可以是来自子女的支持 提供子女的工资单 税表 那要说明 对吧 就是说因为你用B签证 在美国不能工作嘛 另一方面又要有生活来源 所以要证明我有足够的资金 第三点呢 那我延期以后将来我的打算 B签证是非移民签证 那不能在美国无限期的待进去 尤其是有的人办了第二次 第三次延期 这个多次延期本身是许可的 但是你需要解释将来的打算 对吧 那原则上非移民签证 将来要离开美国 对吧 比如可以展示和雇国和中国的联系 比如我在中国有房产啊 有退休金啊 我还在交物业费水电费啊 等等 和中国有这样那样的关联 一样也要提供相应的证据 有的证据需要翻译成英文 如果找我们律所来做呢 像这样的文件 原则上我们可以帮助你来翻译 所以呢 那你要说明将来的想法 总体再重复一下三部分 第一延期的理由 第二资金的来源 第三将来的打算 办理延期的时候呢 需要考虑到这些 像前面讲到呢 那办理延期 如果你要办多次 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延期 也是可以的 但是肯定会越来越难 对吧 那么这个 如果有的人说 我的孩子在美国上学 在读高中啊 或者其他原因 我想陪伴孩子啊 或者孙辈啊 Ground Children 那你还可以转成F1签证身份 我们也有其他的文章视频 讲到在美国转F1的情况 那么办理延期有什么好处呢 你这个延期申请提交以后 哪怕还没有批准啊 那么也不算是非法拘留 不算是在美国的unlawful prizes 如果我在美国办了几次延期 比如说我在美国待了六个月 或者一年 或者一年半 然后我离开美国待一个月 我能不能再重新返回美国啊 这个会比较难 对吧 一样你要解释这个道理 我在美国刚待了这么长时间 那么很快又要重新返回 那我准备做什么 对吧 你要有一个合适的 有说服力的理由 从这方面啊 那一般来说呢 如果你在美国待了一年 回中国也要待将近一年时间 比较长的时间 然后再返回美国 像这样会容易一些 如果说我出境很短的时间 几天几个星期 马上又再返回 我能不能再拿到六个月的居住时间啊 这个机会就不大 比较困难 基本呢 是这样的情况 我们律所呢 帮助很多的申请人 取得了B2身份延期 或者其他的转换 包括B2转F1 H1B转F1 转B2 也有这个转H4啊 或者F2转F1啊 等等 像这样的申请的批准 有更多的关于 在美国签证延期和转换方面的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